大家好啊朋友们 12月19号现在11点50了啊 刚才那个小伙子的那个来信呀没读完啊 没读完 他是那个父亲被人家给按指标抓人 按比例抓人啊 就是一个清白的一个基层干部 一个村干部 然后刚刚出狱 父亲刚出狱半年左右啊 我们接着说啊 这个 他父亲感觉啊 干了九年 05年到14年白干了 还给抓钱了啊 这个就是为了晚年能有个着落 可以缴纳社保 中国人多可怜 很多农民都没有社保 就想当个村干部 弄个社保 有个老了 有个保障啊 就这么可怜 就这么一点点的卑微的要求啊 我记得有好几次乡里边 给村里任务的时候 我爸还拿着我妈辛苦打工的血汗钱去填补这个窟窿 箱里边也承诺会把我爸填补上的这几万块钱还给我爸 结果到头来都是虚假的承诺 都是虚假承诺啊 真的是很恶心 那帮乡里的所谓干部啊 中国就是一级一级的 乡干部 可能自己也得掏腰包 有的时候啊 招待县里的人 或者乡里边的财政等等等等 当然了官当的越大 他这个能贪污啊 能捞点好处的几率也越大 越到基层到村一级 可能有的村啊 也捞不到什么好处 这都有可能啊 中国就是一个官民对立的社会 官民对立啊 就是这样 每次来村里边试茶 所谓的试茶 其实就是来混饭吃来了 就借个名头啊 有个油头 有个借口 就开始啊 都是弄虚作假 面子工程 虚情假意 中国都是这一套 恶心的很 对吧 包括县里边的 市里边的 省里边的 国家的 都是懵事 真的 这批人 要多恶心 有多恶心 要多脏 有多脏 集体的龌龊 每次来村里试茶 都是我爸 把一大票人 一堆人啊 一到吃饭的时候 人都来了 干活时候 人都躲了 带到家里边来吃饭 我妈来做饭 你看 这我知道 这我知道啊 我们家有些亲属 就是北京郊区的 就是那种村干部 有的是村书记之类的啊 这个 这我是太了解的 就是来 来客人 就到家里来做饭 那你他村里 没有食堂啊 尤其有的 那个小村 连个饭馆也没有 那你上哪吃去 那就到 是吧 谁张了的这事 或者谁是村干部 就在家里吃点吧 就是这样啊 村里啊 也有很多诋毁我爸的呀 我爸说啥呢 我爸说 轻者自轻 着者自着 你爸的意思就是说 我问心无愧啊 我没干什么缺德事 没亏良心 谁爱骂大街 谁背后嘀咕 是吧 谁愿意说什么 随他去吧 我不在乎 是吧 说洁身自好就行 真的是这样吗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呃 我知道的北京郊区的 我们家有的那个亲亲 亲属亲亲 就是当当那个 也是当了那个大队书记 当了得有个二十多年吧 哎 然后一下台 也是一帮人到乡里去告他 一般来说 呃 当然他比较早了 比较早了 那都十多年前退休的 那乡里边就保他了 肯定呢 对吧 你不保他 是吧 这把火往上延烧 那那乡里边那些人 对吧 他有问题 然后呢 他出了问题 那你什么 你有没有责任啊 是不是你提拔他啊 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对吧 中国人不就这样吗 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但是从这个一尊一上台 搞这反腐 特别的严 是吧 过去那种所谓的官官相互 一团和气 起码维持表面上那种平静 那是做不到了啊 那么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我爸爸刚出狱啊 其实才出来 我现在都想直接躺平了 就他爸这事 你要别人就包括我 我在说这事 是吧 我感受不到这个 应该是我们的小兄弟吧 他的那种内心的痛苦 那种沮丧 是吧 所以他都想躺平了 生活看不到希望 尤其可能在村里 是吧 他你那个 我的这个粉丝 是吧 肯定 你绝对抬不起头来 被压制了 是吧 生活看不到希望 有时 甚至有轻生的念头 不想活了 这个 大可不必 是吧 因为你的人生还很长 还很长啊 生活在这样一个垃圾的国度里 肯定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现在我爸妈又在催我结婚呢 家里都这个样子了 还有必要结婚吗 这个我觉得如果你结个婚 有个老婆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和和美美的 再生个小孩 这个有意思 是吧 生了小孩是有意思 是吧 我觉得这个因为我 我儿子都二十都往上了 二十都多了啊 所以他从一开始 是吧 怀孕 生下来 慢慢的满地爬 是吧 这个过程挺好玩的 一天一天的 所谓的那个压压血雨吧 是吧 你这个挺有意思 这个过程是很快乐的 这种幸福 是吧 人家说为什么要要孩子呢 要孩子证明你活过 你怎么在这世界上永生 人都想永生 怎么能实现永生呢 就是一辈一辈的繁衍 就得有孩子 是吧 当然也有的人是丁克啊 有的人说不要 那是人家的自由 我只说我认为 基本上正确的话 对吧 我是代表我自己 我认为还是有个家庭 是吧 有有孩子 是吧 你像我们家这个 是吧 这个现在有孩子啊 然后 啊 我儿子还有女朋友 是吧 这不挺好的事吗 哎 下一步他们结婚 再生 再生两三个 挺好的 是吧 我建议您啊 当然 这个结婚对象很重要 娶个好女人 忘三代 但是让你要娶个坏女人呢 现在离婚率 是吧 北京的离婚率都50%多了吧 是吧 有的省份好像比北京还高啊 现在离婚率全国都非常高啊 这是个问题 这是个问题 不是说你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这中国这个国家 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社会 就是欺负人呀 把人关押起来判刑啊 对吧 这不是说你造了什么孽 是中国的体制啊 从根上就有问题啊 所以每个人在这国家生活都可能倒霉 你看您父亲是进监狱了 那其他的人呢 是吧 政治上的迫害啊 环境的污染 食品的不安全 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就连中国的独裁者 中国的权贵高层 他们也害怕 他们也招不保息 你他们想 他们敢像西方国家领导人那样 跟民众近距离的接触吗 他们不敢 对吧 他们有没有恐惧 对不对 他们造了多少孽 我想起了谭思同曾经说 还生什么小孩啊 在这个国家里生一个小孩 不就是多一个奴隶吗 侃爷本人不限言辞啊 请见谅 本来是想更详细说说的 如果您年轻啊 我看您这个啊 我不知道您多大 可能二十多岁哈 我现在自己啊 都不知道咋办了 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啊 我准备明年出国干劳务 现在可以啊 趁着能走还不赶紧走 对吧 日本呀 或者新加坡呀 等等的都可以 先出去再说了 贫贱不能移呀 是吧 侃爷有啥好的建议吗 根据您的情况 我感觉您农村的 然后那个年龄啊 父母催婚应该不是岁数很大 是吧 二十多岁 就哪怕到国外给人打工 就所谓的劳务 是吧 如果能签了合同赶紧走呗 是吧 日本也行 新加坡也行 新加坡稍微小了点 是吧 如果能去日本挺好的 当然你到国外 可能语言也不会 啊 或者说 这个工作也会疲劳 啊 或者说可能你该 你想你该挣 比如说挣三万 结果你只挣了两万 啊 也有各种的困扰 包括孤独 是吧 不然你年轻 你到外国 你到日本 比如说 你 你找个日本媳妇呗 是吧 这个日本人也挺好的呀 对吧 啊 找个日本媳妇啊 我听说反正也有中国人 是吧 那个女的嫁日本人的男的娶的也有 是吧 或者到新加坡都行 如果你觉得在中国都是当奴隶 是吧 生小奴隶 那你就不然你就赶紧 不过我劝您是这样 你像我们来西班牙之前 我让我儿子就学了九个月的西班牙语 哎 这就管用 管用 学了九个月就比不学强多了 哎 来到这他上学 跟同学的这个交往啊 包括这个上学时候的这个课堂上听课呀 这都没有什么大的障碍啊 我们有的朋友也是北京的 他们的孩子就没给啊 是奔着西班牙来的 在伴手续等待的时候 那孩子就没学西班牙语 然后来了之后就受一些限制 是吧 如果您有了目标 比如说日本就抓紧学点日语 是吧 您既然能上外网 您也可以在网上 就在油管上应该有人教日语 或者比如说新加坡是英文 是吧 学点英语日语啊 为自己做点准备 而且呢 趁着现在还能出 现在中国的国门啊 正在 是吧 正在关的过程 但是他还没有彻底观 是吧 好吧 好吧